在帮路上真有人家的超人 四寶媽 邱玉婷 環島形成來到中華 再讓他收到中華 加乎中心的搖槍 來進行離島客房客庭 也帶到他四個小孩做會來動路 超人四寶媽 邱玉婷是有離客房老師 因為很愛的小孩 隆重生了三個男子 一個女子 因為是上帝帮路上分享他的遊歷經驗 他在去年他將近10萬塊以上 並一個搶戲的完成35天環島的行動 今年蘇格各家家圍用60天環島 開車搶到四寶到六四家庭和部落 天洋生活並進行公也夠行 我覺得回饋社會是一件很棒的事情 尤其是可以帶著孩子一起去 帶他們到各個部落 或者是各個機構去認識到其他的孩子 然後因為剛好我是欺慕老師 所以我就用我的專長去貢獻 去教小朋友認識昆蟲跟玩積木 因為我想要讓更多的孩子得到更多快樂的童年 我的孩子有很多地方可以玩 可是這些孩子可能有連竹蟹蟲 或者是連積木都沒有辦法玩到 所以我想說透過我的力量 讓更多的孩子得到更多的快樂 柯林中邱玉婷一直接創到大地圖的模型 讓孩子去忙連是單量 讓孩子在老歲應得之下 用積木培養孩子的創作力 發揮她的想像力跟創作力 還蠻欺佩那個四寶媽有這麼大的毅力 可以帶著四個小朋友這樣做環島公益的活動 那其實我們客服安親班 就是持續從7月2號開始到 就是到8月19號截止 連續這幾週就是讓我們的小朋友來這邊上課 那我們的課程也是希望可以多元化一點 讓孩子可以接觸到更多更多不同層面的東西 這次的四寶媽環島 以及在各片鄉地區和獨立的團體 都從13年公約到下 這次來到中華和副中心 是以環島公約到下第11站 婷婷老師依主心的經驗 互有各界生生人數導致公約 希望可以幫助更多的孩子 未來也將持續下去 新中華新聞李敏鴻 賀米 蔡宏保登